十九世紀的英國工業革命 這張引爆點是從紡織業開始的 就此 紡織業成了開啟全球 下個時代篇章的產業 走到現在 大眾對於衣服的定義 也不再僅止於一塊布料 根據統計 機能性布料上 台灣的全球市占率已經高達了七成 也讓台灣被稱為是紡織矽骨 別看這些白色粉末長得都一樣 其中大有神蹟 機能性添加劑的細米紙 它已經是磨成奈米粉 然後再跟我們的主原料叫尼龍料 它也是磨成粉 粉末經過機器融融 變成粘稠的膠體狀 再擠壓成細細的白色麵條 透過冷卻槽冷卻之後 切割就成了小米粒般的紡織原料 細米紙牡蠣 這些添加了細米紙的牡蠣 具有遠紅外線傳導功能 可以增加循環 就成了機能性布料的原料 這個是做機能性產品的製成 主要是從這個原料從這邊下來 經過這個加料系統進來 我們來到位在彰化的工廠 這家是全台最大的尼龍力生產廠 也是從原料到抽絲染整織布的紡織一貫廠 他們厲害的地方就是能精準控制布料的均勻性 所以我們可以從2%加進去之後 到20%都很精準 這個精準的用意在哪裡 在我們這個衣服表面 我們去做織布 織布的話當然表面要一致性 非常去很漂亮 如果你均勻性不好的話 布面會產生花紋條狀 仔細看機台在紡織的過程中 牡蠣不但增加了細米紙機能性的功能 連顏色都上好了 無水染色技術大幅節省了後續的水電浪費 也更環保 比頭髮還細 以肉眼看不到的生產速度 從機台裡不斷抽出 迅速捲成一個個桶紗 不過穿在身上要舒適 就不能漏掉這個步驟 細瓶狀的 直線狀 它沒有彈性 要經過我們夾鏈加工機 加工以後 它才有彈性 才能吸濕 才能製造成衣服穿著 夾鏈之後就會變成 你手上這條 對 經過夾鏈 絲線就變得蓬鬆有彈性 做好的紗線 天車會自動感應進行運送 連包裝都自動化 準備出貨 台灣是紡織王國 人造纖維產量位置全球第三 僅次於中國和印度 不僅是全球人造纖維的主要供應地 更是機能性布料的供應重鎮 奪下全球七成的試占率 贏得紡織矽谷的稱號 像這家廠商過去是以蕾絲起家 如今看準了機能性布料的前景 轉型蛻變 把過去製作蕾絲的優勢 融入細米子機能部 做成內在美 一件就超過七萬五千針的手工製作 然後裡面有一個樓膚內墊 它是裡面有吃屎 可以一直在持續的按摩中 從上游的原料到抽紗織布 全都架槓台灣製造 而幕後的最大推手就是它 在紡織界已經做了四十來年 當時就說我來研究一個 紗線人有功能性的 那給人穿起來不是很舒服的嗎 從過去做外銷 到現在直接面對第一線消費者 他是機能型服裝品牌 董事長林勝義 2016年投入五千萬的研發費用 研發出細米子機能砂 用了二十幾種的礦石 然後去研磨把它製成 然後把它導入在砂線裡面 但是在導入砂線這個中間是很困難 很科技的東西 而研發的最大挑戰 就是要將奈米粉末導入砂線之中 不過經過六年終於突破了困境 經過紡織研究所做人體試驗 測試血流量和血流速 終於研發出這款促進循環的布料 未來還要做出更多流行時尚的服飾 我最近到年底可能推了二十款 那如果是很順利的話 譬如說每一款至少都有 差不多有兩千件到三千件 消費者越來越重視布料的機能性 年代也讓相關產品的銷量持續成長 台灣紡織業發展六十多年 具有完整的上下游產業聚落 雖然近十年產業不斷外移 但台灣仍然是研發高階機能性布料的重鎮 靠著研發機能性布料 持續揚明國際賽場